红上了相恋九年的何润东和林静怡 终于在九月一日步入了婚礼的殿堂 正常婚礼呢 看似是一场温馨的家宴 甜蜜又温馨 九点即时 穿戴整洁的何润东就抵达了女友家迎亲 放炮闯关败家长 每一个画面里 新人脸上都是大喜的喜悦和激动 要知道 1983年出生的林静怡 在与何润东相处的九年时间里 不但为了她辞掉工作 默默陪伴 低调支持着爱人 很开心 终于可以光临正大地去探白了 婚前 林静怡为何润东默默付出 这婚后嘛 自然是要倒一倒了 老公这里伤了 老公麻烦 现在已经看到他们家是谁做主的 看得出来 何润东这些年在圈内结识的小伙伴们 自然也要送上祝福 在当天到场的宾客就有30多人 除了徐若萱 贾静文夫妇等 还有与何润东合作国御观音 以及一米阳光的孙力 喂 咱们上哪儿台 走 咱们找个好地方吃饭去吧 同何润东在电影《钢刀》里担当过的陈学东也来了 不过他和孙力的合影 怎么看着像是穿越去了甄嬛传呢 何润东的球友萧敬腾也在下了飞机后 立马赶到婚礼现场 更上台即兴为一对新人一连送上了三首歌 这段时间虽然忙着筹备婚礼 但是成家立事了的何润东在工作上的脚步也没有停止 因为我现在在松江拍另外一个电影 然后就是大夜班了 所以拍到今天早上 再赶过来录演这样 如此看来 何润东可是个很有担当的男人呢 如今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何润东也在筹划者事业上来一个转型 会开始制作一些电视剧 制作电影 然后之后呢也是 希望可以开始筹备自己导的电影